你们在分手之前 谁也没提到这个房子对吧 那天他说吃散伙饭 完了就说谈房子 这房子吧 他买的 他也不商量 到那之后 听完自己 就去跟人掐探去了 买的时候我就拉着他不买 我说参与参与 玩玩什么的都可以 不能买 他不听 什么事都他做主 他一下定了两套 他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拿出证据来 当天你们去还不是买一套 是买了两套 对 他交了一个六万 一个五万六 当时他定两套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 他真是有 他就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心血来潮就怎么着 他也不听别人的 因为我们跟那时候 交的时间不长 我也不能 死了便利的过多地管他 买房那个时候 你们交了多长时间了 那时候一个多月吧 你们是2017年几月份 开始交往的 七月七月吧 七月二十八吧 见面的 然后八月份就买房了 八月份看房 好像是九月份买的房 完了等我拽他 我说别买 别买 不听我的 为什么到你这儿来的 跟他说都说不通 我就觉得反正 我就觉得反正后来他有钱 就是做理财部嘛 嗯 所以想会管不了他 他自己做主呗 他当时有多少钱向您交底了吗 没有 您其实也不知道他的财务状况 对 订了两套房 后来你们实际上到买的时候 就买了一套对吗 后来回来之后 他都凑不上一套的钱 他都凑不上 当时我也不想管 我说那这都是你自己做的主 是吧 我也管不了 管不了完之后 他就威胁我 那个我这二十三万要打了水票 我这二十三万要打了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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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要威胁您啊 他这个二十三万 如果他不交这个什么钱的话 人家就不给了 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 想让您凑剩下的钱是吗 对 用了这样的一些威胁式的语言来威胁您 对 您当时愿意拿着钱吗 我当然不乐意了 我肯定不乐意 可是那时候在交往当中 我还是拿出来了 我也是怕他这些钱受损失 在这个时候 如果他这样威胁你 您能看到这个男人 他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 您可以选择分开离开啊 已经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 就一个多月吗 出来进去的 反正街上也都知道了 反正我也识心识意的 就没想分开 您拿出多少钱来了 最后还差五万七千多吧 他当时说的非常清楚 是说让你垫资 最后还给您 还是说让你出这一部分 还是借您的钱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 他买房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可以 可是我让 这个条是我让他写的 我说你必须得把这书清楚了 好 那您的当时的出发点 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他买 您拿的这个钱 是算他借您的钱是吗 对 那您有借条吗 没有借条 因为打了这条了 将来都能算清楚 我现在说不清 这说不清 您想怎么算 这个房子到底是属于谁的 当然属于他的了 好 那今天您还这么认为吗 对 这个房子其实是属于他的 对 那么您出资的钱算 算什么兴致的呢 我出资的钱 我的损失由他给我补偿 这也是您今天来到这的诉求是吗 就是我的出资 全部得还给我 还有现在贷款我还着呢 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反正适当地给我补偿吧 看看吧 补偿什么 这精神补偿呗 什么精神补偿 因为他这里的伤害我太厉害 真说不行 我不是说有意回避的 他这就是不诚信 一开始他说给我买房 结果到最后他让我房子 让我做抵押 我不同意 完了那个说不行 把房子卖了 就让我卖房 我也没付业 我说我卖了房 我们孩子将来要回家 上哪去啊 一记不成又失一记 最后就逼了我 不行的话 你就把房子租出去 你还钱 你认为这些对您造成了 精神上的伤害对吗 他也打我了 谁 谁打你 就是他呀 就是 这个刚才先生的确是没有提到 就像刚才李律师一直追问他 到底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这个女人还要离开您 你在给他买房的情况下 他竟然愿意要跟你分手 那我就不知道了 根源是因为这个对吗 他就打过我来一次 我也要求证一下 来推一下话筒 吴先生你好 你好 您的确对他实施过一次家庭暴力 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不跟你讲了 这事情说到现在 我是很反感的 因为我们的事情 在有关木门已经画了句号了 我们来的搜求主要解决 还请买这个房子的问题 对于动手事件 吴先生选择了回避 王女士是一个传统的女士 她对晚年在婚 虽渴望但十分慎重 或许任何事情都可以隐忍 唯独家庭暴力 她无法忍受 她向家庭暴力说不 跟这段感情做了了断 两人的感情无法弥合 经济上的纠葛又该如何解决呢 在这之前您还是非常留恋她的 对 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 就是说真的特别宠着她 我就这人我就觉得 她的事过日子就行了 别那么多事 就想着特别简单 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什么那个勾个心 逗个脚 说这个事这么着 那么高 我说我不爱同脑子 简简单单的 过日子就行了 您目前也是一个人是吗 您没有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吗 对 我前来就不是交了一个男朋友 就是在投交这个男朋友之前 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也打也打了 这事呢也这样了 我说如果你要是写保证书 你承认错误 你是这些随意对我 你可以承诺 这么着呢 我可以不见这个人 他说了他就是见了一个 有什么什么高端的一个女的 他说他承诺人家了 我说那就甭说了 胡说八道这不是 我这不爱理他 可是呢 我说在这个房子的这事呢 你也不守信用啊 我说现在这房贷款下来了 是吧 是你交 要不然你要不交的话 我说我现在退一步了 咱们在没解决问题之前呢 咱把一个人交一半 或者是一个人交一个月 他稀里糊涂的 反正也不说成也不说不成 明白 其实现在这个房子落在您的名下 如果不交贷款 意味着您在违约 对吧 对 您每个月现在退休金多少钱啊 我两千 两千三百多吧 那您怎么还这四千多的贷款啊 是啊 拿存款先顶一顶 哦 对 那这个房子目前解决的话 能退掉吗 他说那个找他们那儿的 说能 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没跟他一块去是吧 我跟他去了 我还没到现场呢 他就说 到底好消息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解决了 还是没解决 你们俩其实都挺稀里糊涂的 对这些事啊 问您也是 因为他办 他什么事他都做主 我就跟后边 那如果这个房子又卖不掉 又退不了 怎么办呢 损失都他付 因为买房做决定 是他做的决定 我劝劝不住 拦拦不住 什么事都是他做主 您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接下来去继续还款 还有接下来 他有能力 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介入我们的 律师调查环节 那在接下来环节当中 我们四位律师 将进行进一步的 提问调查 我想问一下 这个买房的合同 贷款的手续 都是您签的字 我也签了 他也签了 好像 您合同贷了吗 没给 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买房的合同 贷款的手续都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房产证下来了吗 没有 房本说的 你们一个人都不要 想关注 我都不知道现在 贷款的合同 不可能他也签字 你是你的名义 但他怎么可能会签字呢 他担保 担保人 您买的是线房 还是七房 我们感觉是线房 您对着合同 找到那个房号 那个房门 能对得上吗 对得上 这号是有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看的是您买的 合同上的那个房子吗 我问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稀里糊涂 他带我们去 好不清楚 对着那个号是那个 那销售人员告诉 我们感觉也不对 销售人员告诉你 什么时候交房了吗 没跟你说嘛 什么元旦之前 告诉你 没交房 好 那就不是线房 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 您现在已经在还贷了 您还贷的账号 您确定是银行 是吗 是银行 好像 我这也是 你还给谁 你上个月还的款 是打给谁了 就是从银行办了一个卡 那个往那卡号里打钱 那边的提走 能看到这个卡号 是单位开发商 还是个人 我都不懂 那个我们真一点 还有提走这说 那您交款的凭证呢 有印章吗 有那个小票 还不是正式发票 大屏幕上有一个 黄肯通知书 这没有银行的盖章啊 什么都没有啊 您这是谁给您发的 黄肯通知书 开发商 开发商 对 为什么是开发商 发给您的呀 您给银行打款 应该是银行发给您 因为他们做的 他们做完之后 完了给他 他再通知我 这没有任何显示 是银行的呀 公章都没有啊 银行我们给他打个电话 这问题就大了去了 问题很大了 你们这个 假如是这个一个骗局啊 人接电话能承认吗 银行我们去了 我们做贷款的时候 你们当时签合同那个地方 就是在标准 就是银行 这协议带来了吗 签字 没给 拍照了吗 你都忘了 当时这位先生签字了吗 签了 他也签了 一块去的 不我们想问你 买卖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 应该是两个合同 这两个合同一定是有的 你告诉我在哪 没给 受楼的那开发商说是要 拿到房管局 也不是拿到哪去盖章去 完了再给我们 这个协议总共几份 就写一份 在谁手里保管 我这呢 是你要求写的 对 还是谁要求写的 我要求写的 因为南方刚才说是 开发商让他写的 是我的认为 他为了把房子卖出去 他诱导我 没有 没有 是我 这个协议的内容 你认可吗 我认可 你们去汝山之前 您跟那个卖房人 见过面吗 我现在反过来想 买房的人 都是中文人 所以他们这些 受房的业务员 把这些人 不叫阿姨 就叫叔叔 但是他本来叫杨姐 说我叫姐夫 我也不理解这个地方 现在反过来 是有所怀疑了 有一点 头一次是我们街坊 叫我去的 完了回来跟他叨叨来的 因为他 你的街坊买房了吗 没办法 街坊 现在您去了看房 不是 就是 就说参加那么一个酒会 听听 您让这个吴先生去的意思 他也自己要去的 不是我让他去的 这跟我 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我先问一下 就是买房子的事 是大事 所以我特别不可理解 这么大的事 正常的买房的手续 买房合同 就是你手里的凭据 您说买卖合同条款 不大总行 看不太清 这有可能 说连合同都不要的 要了 他说很快就给我们寄回来 律师实际上 我很理解 这个律师 这个主持人 包括咱们这些人 确实是为咱们着想 怕咱们一件骗子了 这骗子可能性子不太大 那个房子确实我们去了 他们是连开发 在销售 在经营 三位一体的 说我们把房子要变成现钱 必须得通过他们 那您认为 接下来谁来操作这个事呢 是开发商 还是说银行 还是你们自己去跑啊 他呀 谁呀 就是他们开发商没给我回顾呢 我等他 您认为这个事情 接下来是他们去帮您跑是吗 应该我等他一回话呀 现在是售后 您希望他帮着您退房 您还希望他像之前买房那样 去推着您来 配合他们办 所有的流程对吗 不是那不会 因为他也有诚意的 诚意在什么地方呢 确实我应该相信 这些人相信 他把电话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微信 这头都给我留了 谢谢 我问一个事实问题 您说 你去解决的方案 一定是要有经济基础的 要把银行的钱 是一定要还上的 对 这个没有争议 对吧 对对对对 那么你还款 要么是我自己筹钱还上 要么是我想办法再卖了 让新的买家 给我一部分钱 然后先减压 对吗 你计划的是哪一种 店铺 让别人店铺 让销售商店铺 让销售商店铺 销售商答应给你店铺了吗 答应了 第二个销售商答应了吗 如果银行要收一部分相关的费用 这部分增加的费用 也是你承担吗 要我们承担 如果你都答应了 如果一旦亏了的话 亏了这一部分 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那既然我们违约了 那我们承担 我想说你和这位女士之间 怎么处理 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应该按照投资的比例 你认为是投资 对 好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条子是你写的吗 是我写的 确定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是谁让你写的 我觉得是开发商 你前女友明确说 不是开发商上写的 是她让写的 而且仅写了一份 你能回忆起来吗 你们俩谁说的 对我们听谁的 写了一份是对的 那这样的话 写的这一份 如果是开发商上写的 应该是在开发商手里 怎么会在你前女友手里呢 开发商为了让我们买房 他指 他是怎么说我怎么写的 那他为什么不保留呢 我 那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呢 那你们在哪写的 谁问他呀 在哪写的 消息说呀 然后这个 这个怎么斟酌 怎么写 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开发商教你 他说的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 律师合议环节 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我们的四位律师 将到观察室当中 进一步地合议 看看这个问题 能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 来 有请四位律师 那场上呢 我们的刘老师 跟我们两位当事 继续来进行沟通 你们很多问题 在这儿我们可以 再进一步地来了解 来 刘老师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就刚才啊 这个吕律师和吴先生的对话 我跟吴先生沟通两句 其实你和律师 他考虑问题是什么呀 证据 你比如我们要维权 假如跟开发商那边 你要维权 维权你才有证据 你没有 你即便咱倒退若干部 打到法庭上 你没证据 你光说 这个法庭上不成 我绝不绝 是是 好 咱们先从课上考 到现在为止 我估计 可能连我们观众听的 都一笔糊涂着 一问三不至 我就问这样 去年这次买房 是你第一次 这种正规买房吗 还是以前也有过 类似经历 没有 第一次 我一听 肯定第一次 你跟那销售员 都有合同 没有合同 你谈啥呀 这谈的时候有合同吗 比如这个房要销售了 它多大面积 对吧 第一个要看什么呀 这销售的房产公司 有国家批准的销售许可证没有 再有它什么产权呀 它是大产权还是小产权啊 这我听到现在 我都没听出来 所以这个产权性质你们俩 会议会议什么性质 这应该不会是交产权 没有准确的 就是说到现在 就是正常情况呀 因为为什么呀 你看你走进任何一个 公开的合法的交通公司 那几个证都有的 知道吗 你比如说它要卖给你 它没有销售许可证 它叫唯一法 但是我实在不理解 你们交钱什么时候 去年八月吧 九月 咱就这么算啊 十月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过了半年了 居然合同 合同都没拿到 对吧 即便他说 那边是什么一个张 什么梅梅盖帮我你 好 这又不是那个房本 对 如果说待会律师回到现场 告诉你们这个方案 操作起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可能半年以上 有可能一年以上 这个事情解决不了的话 接下来 它可能会多多少影响到您 那么您对目前的状况 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先交着呗 我交一个月 他交一个月 完了再等他解决 先把那个房款先交着 对 我想问吴先生 是 因为好在你经济上 也不是特别结决 是不是从那些上有个投资的想法 多少有 多少有一点 对 对 你要有投资的想法 你想这就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开发商他要不退你 你想你们连钱都交了 好像他要拿出一个合同 都很正常 知道吗 甚至对你们稍微不利 你看你们俩对都没合同盖 那你们只能什么呀 怎么促制他 卖掉 比如你要再卖掉 假如损失的时候 你们俩再搭成一个基本协议 否则的话要 这怎么办呀 又不是跟他商量的吗 对啊 这是不是这也一会儿余后 心平气和 对 你要把更大的 比如本金还是什么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客观上 就是 这房子在你名下 每月还贷 那可实打实了 知道吗 我一看一月4600块钱 这我没看错吧 是吧 已经扣了一个月了是吧 每月好像9号到10号 那这个月都还了吗 这月该他还了 该他还了 他答应还了 他答应了 银行都有个欠贷 你恰如多长时间不还 人家银行之所以带你们款 那叫什么抵押带 是吧 是以这套房子为敌 对 那你想 如果若干绿啊 肯定有一个协议 你们俩肯定 因为没协议 你们俩想不起来了 多长时间 人家会把房子收回的呀 对 你想要收回 你们俩不都损失了吗 你们还得去给银行打官司 你包括前妻的投入 是 是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对啊 你打官司到山东那一趟 那时候人家不会到北京来给你打了 所以我们来的最终目的就是像您说的那个刘老师 就想解决这问题 所以说 就是你不要认为你一点责任没有在这里边 知道吧 咱俩必须要达成这么一个协议 我跟他说因为说不通 我也说不通准吵架 所以干脆 对 所以说 当天的要假说 你们俩都有利益在里头 我个人认 对 以前那个该翻篇让他翻篇 就是自于你们俩人情感 那已经结束了 就什么呀 你们在捍卫守卫你们俩的共同利益 如果你们俩人还俩人 你说太对了 都不按一条劲使劲啊 对 你们还都各有自己的小九九 你想一想 那这扯皮就扯得就更远 您说的特别特别 你还怎么将来去跟开发商交涉 那叫交涉和银行 对吧 当时开发商承诺什么时候 给你交房了 没有 没确实没有 没有 我一般都让他问去 我都是他 我觉得这边上 我都还不愿意管这些事 不愿意管 咱俩也别吵 吵架也没有 所以啊 先从北京这边先就近 这不是有销售代表 北京还有班主吗 去先要文件 我个人认为 对 相关文件 现在第一个时间不能半年了 这个合同 两个合同 一个什么合同 销售内合同 还有什么贷款合同 两个合同你先拿到手再说 否则你交涉的文本都没有 你这怎么去谈这个问题 你比如要律师看不到 那律师只能说可能 那可能是不准确的 对 所以就是刘老师这样 我跟他一贯强调这问题 我说咱俩感情问题 有什么感情问题 在房子问题上 咱俩的利益是绑在一块的 强调一下 其实这是三个法律关系 第一个法律关系 就是男女朋友之间 对这个房屋到底是建民买房 还是共同买房 这么一个争议 第二个争议就是 给这个开发商的房屋买合同 能否是有何类理由进行解除 第三个争议就是和这个银行的贷款 能否能够解除 这三大块是联系在一起的 能不能让他转变一个思路 就是把他作为一个自己的投资 有个法律障碍 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你银行的款项 你还不清 那么你变更购房主体 银行不同意 对 我觉得他俩继续履行活动 可能性不大 而且我也觉得他们两个 大概知道自己要有损失产生 其实他们两个来解决 首先要解决和开发商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房子能不能退回来 或者说能不能变现 那些老先生说的 直接影响了他们两个之间这个财产 怎么来分割或者是分配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南方的态度 他是想去退房 跟开发商在协商 但是开发商目前还没有给他一个 最后的协商的方案 只有银行和开发商 这两大块解决完了 才知道损失是多少 那么这个损失是多少 就要看是建民买房吗 那是一种解决方式 如果是共同买房是另外一种解决方式 虽然肯定是分手了 但是一直这样对着干 那就是像最后刚才屡历问的那个问题 这个事现在怎么办 谁也不管 他们交给开发商 这里面他们的损失就有可能无限的扩大 两组律师经过一番分析和讨论 重新返回厂商的他们 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我们的四位律师 将根据刚才在观察室合议的结果 给到这对当事人以求助的具体方案 那么首先有请孙小敏律师 来 有请 今天的这个案件呢 看上去是解决一个中老年人 因为西洋链而产生的财产争议问题 但是随着我们事实的调查的深入 发现这个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出现了开发商 出现了你们各自出资购房的行为 出现了你们与开发商 共同签署购房协议的行为 又出现了与银行签署抵押贷款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要分两步 第一步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致对外 要解决外部的法律关系 对 解决完这个问题 知道损失是多少 再拿着你们签署的那份声明 或者是协议来解决你们内部的关系 所以首先第一步要一定对外 那么好 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下一步有请吕峰刚律师 第一个法律关系是 房屋买卖合同是否能解除的问题 如果咱们不愿意履行这个协议 开发商一定是会起诉咱解除合同 追究咱的违约责任的 这个违约责任不只是咱们买房屋的违约责任 还有你们给这个银行违约的责任 银行你们如果不还的话 那么银行一定会起诉 起诉你们购房者 把开发商也会告了 因为开发商一定是会给银行做担保人的 这是一定的 那么最后这个钱一定是由这个开发商来拿 有诉讼费用 有银行请的律师的律师费 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你们的成本 这么说听懂了吗 听懂了 那么开发商告你们的时候 就会把银行里 他们替你们承担的这些成本 又转嫁到你们身上来了 如果你们不协商后果很严重 你们的损失会非常大 对内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纠纷 属于恋爱期间的财产纠纷 在法律上它的处理原则和夫妻关系是不一样的 它是按一般共有财产来处理 那么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 首先有约定从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很可能就按出资比例承担义务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刚才您写的那个字句 这个字句构不构成你们双方的约定 我个人意见是认为它构成 那这个字句呢 里面是房屋的首付及银行的还款 都是由南方您来承担 然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也属于南方您一个人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这个字句来履行的话 其实全部出资款都应该您出 女方不应该出一个五万多块钱 所以这五万多块钱的性质非常关键 那么现在女方虽然拿不出来是借款的证据 但是从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判断 就是当时您的手上差着五万多块钱 所以女方变钱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我个人意见呢 我觉得它比较倾向于借名买房 如果是借名买房成立的话 那后续的可能责任 您要承担的更多一些 也就是这种约定是不可变的 对 因为您都认可 那我提个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不对 公正的遗嘱都可以变的 为什么我们这种约定不能变呢 先生 我跟您说 遗嘱是单方的一个法律行为 我知道 我明白这意思了 协议和合同有合同的相对性 对 这里面涉及到的权利义务 波及到了其他人 您没有权利代替别人做出变更 除非征得他的同意 否则不会出现新的协议 是 公正过的遗嘱是可以变更 能变更不是因为公正过 而是因为我单方愿意 我明白了 如果女士不同意 这个合同应该变不了 明白了 这个合同并不是我跟她之间的合同 我给你补充一下 你的观点我能理解 你想说不是你的真实意思 你也不太了解它的意思内容 你的本意不是这样的 那么法律上这叫重大误解 或者是受欺诈 对吗 那么你对此要承担举证责任 你要举证 而且你上网还有一个证明人 恰恰证明和你的观点是反着的 人家能证明这是你的真实意思 不是欺诈 对吗 另外一个呢 你还必须在签订这个协议 你明知道受欺诈只一年之内 行使变更撤销权 根据现有的证据 你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不到一年 不是你没有受欺诈的 这种可能的证据 那我再跟着您这个问题 我想帮他们问一下 徐律师 如果说开发商店并不配合退房 那意味着什么 怎么应该是 女方是贷款人 那么你按照合同约定 那肯定是要求她去 每个月去还款 如果不还款 有相应的质纳金 如果是最后的话 超过多长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不还款 人家可能是解除合同 然后拍卖都有可能 那么在这个贷款的过程中 您有没有提供先生的担保 就是您是不是在跟银行的这个 还签了您作为担保人的这个合同 银行有权利向你们俩来主张 他也可以挑人 他作为担保人 如果他不还 他也可以直接让他还 好 你们明白了这个法律后果 来 另外我们想说的 还有一个办法 我二手房买卖 这样你跟银行没有什么关系 跟开发商也不存在 什么违约退房的事 这就是第三方的事 其实今天到现在为止 四位律师给到的是 非常具体的操作方案 我不知道你们听清楚没有 问他 您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明白吗 我觉得还是他办 我这配合 好多事我也不明白 就是说你就多费点心 这事因为是 我一直没少费心 是你做的主因为是 所以来说你承担 其实这位女士说了 配合这个二字说出口了 我倒觉得 他们两个人 都还是比较好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至少没有让我们看到 在这个场上去互相指责 去对过去的恋情当中的不满 能看得出来 你们两个人还是相对 有一些素养的 针对这段现象 作为我们的观察员 刘教授 你有什么要说 恋爱当中 甚至包括婚姻当中 需不需要理性的存在 就像那个剩下的季节一样 他们瞬间情感被点燃 也就两个月决定 共同重大的消费行为 这种重大消费行为 我认为叫什么激情消费 对 无论年轻人 恋爱到结婚 老年人到恋爱到结婚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线路 这时候还有点理性 不要有重大的消费行为 中老年人投资 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花的钱 是他们积攒一辈子的血汗钱 中老年人想寻找一份 真挚的感情 更不容易 因为他们经历了大半辈子 情感生活 所以他们想再次找到真爱 也是极不容易的 那么如果说 把投资又放到情感当中 把情感又掺杂到了 投资当中 那有可能就是会出现 今天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 所以提醒大家 理性投资 理性情感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相机节目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